要我們一開衝啊 信徒瞄準香爐 要拔得頭籌 春節重頭戲 搶頭香 碰上這波疫情 內政部宣布禁止了 想求個上上籤 沾洗氣也不行 因為抽籤 手會摸來摸去 太危險 就連求神問普 寡筊春節也有新規定 這個筊沒有辦法 派人在那邊消毒等等的話 那請您就不要讓 参拜人員摸杯 我曾經看過 我們阿公阿嬤 自己帶 帶他摸杯的 自己帶去 那這個是最好的 有情緒要寢宿的話 那就自己帶來 比較方便 比較安全 也許是經歷過三級警戒 民眾都說 還能到廟裡拜拜 就很滿足了 除了信徒 要注意春節返鄉遊子 搭車肚子餓 也得忍一忍 交通部宣布 1月23號起 大眾運輸 例如台鐵 高鐵 客運船舶 短程航班 統統禁止飲食 千萬別跟自己的荷包 過不去 另外針對民眾入內用餐 有無落實實聯制 陳時中說重話了 未配合執行 且經輔導 未改善自餐飲場所 不得提供 就停止他內用的服務 防疫工作 全民皆兵 向防疫小黃 已經實施 無接觸直筆 連線旅客登記資料 只要掃QR Code就知道要送哪間隔離旅館 春節前夕政策一道道下 畢竟誰都不希望走春走出病毒來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掌握全球情緒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國際Plus 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